好的 金曲歌后爱意良跨界主持 从新专辑概念延伸发展出了谈话性节目 每一集都邀请不同的来宾来聊聊不同主题 而第二集是邀请同样是金曲歌后的娃娃魏如萱 担任客座来宾 两位好姐妹来到咖啡厅畅聊人生分享育儿经 两人同样身兼数职 爱意良从歌手跨界电影再到主持 娃娃则是歌手身兼电台主持和典礼主持 感叹现实和理想难平衡 两人还透露对待毛小孩和对待小孩的管教方式 来看一下莫花絮 对 但我发现好好好笑 就是我这样对我小孩 我的小孩也会这样对我 妈妈你今天去那边罚 对你要我讲几次 让我耶 路易跟你讲这句话 好 爱意良分享了第一次体罚某小孩的经验 自嘲是威严感很低的妈妈 娃娃则是透露骂小孩骂到喉咙痛 还爆料小孩会模仿她 要她去旁边罚站 有趣的对话笑料百出 两位歌后在镜头前对台 畅聊人生 也让粉丝看见他们私底下有趣的一面 以上马消息 时间先交还彭雷主播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